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暴躁的废青 他们的生活乃至命运 都会因为现在正在发生的骚乱 而发生负向的改变 香港的贸易中枢 航运中枢地位会不保 动荡的秩序 瘫痪的交通 尤其是对机场等交通枢纽的疯狂冲击 会极大地影响到交通运输行业 因内地开放程度提升 而优势逐渐丧失的香港贸易 航运中枢地位 必将因此而加剧滑落 香港的旅游业会遭受重创 没有游客愿意踏上一片暴力肆虐的土地 即便今日的骚乱终将平息 但费青们的暴力言行 将深深印在每一个人的脑海 香港的金融地位也会因此削弱 连基本社会秩序都无法保证的城市 如何能让各方资本安心 如何能让它自己成为资本市场的首选 又如何能承担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使命 香港兴旺数十年的房地产行业 也将因此走向衰落 当然对此费青是乐见的 只不过这种形式的房地产业衰落 是建立在香港经济整体衰落基础上的 伴随它的 很可能是民众整体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滑坡 所以无防费青们的居住环境 依然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善 但他们却要同时面对日常生活更加窘惑的现实 香港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或者说这些年香港究竟疏散了哪 关于这一点 鉴于这段时间各类相关文章的出炉 许多关心香港时事的人 大致也都有了个了解 大致来说 大家在追根溯源上头 最终都居于两点 第一 香港经贸枢纽优势的丧失 长期以来 香港与新加坡一样 都因坐拥经贸枢纽地位 而享受了极大的优势和红利 只不过 香港和新加坡的枢纽地位是不一样的 后者的枢纽地位建立在马六甲海峡 这个全球海上贸易生命线基础上 是实打实的地缘优势 至于香港 虽然也有一些地缘优势 但这种优势并不明显 更不是唯一 真正支撑香港枢纽地位的是特殊的政治环境 在中国闭关锁国年代 以及改革开放的中早期 这几十年时间里 香港是中国与外部交流的唯一通道和窗口 整个东亚大陆与外界的经济交流 几乎都经由这一地来进行 这种政治因素将香港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抬升 让它从建国前一个普通的港口执迷地 一跃成为璀璨的东方之珠 而随着大陆的封闭状态被打破 坚持香港独特枢纽地位的政治因素也不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早期凭借着历史惯性 先发优势等因素 香港仍能继续独占凹头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失去了独特政治优势的香港 也自然难陷当年荣光 相对滑落在所难免 而除了大事之外 导致香港今日击毙的另一大毒瘤 则是资本垄断 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资本家 囤积居齐 限制土地开发 大肆哄抬房价 从中攫取暴力的同时 也让整个香港经济被房地产绑架 丧失了活力和改造升级的空间 香港资本家对本港经济民生的控制和渗透 更是无孔不入 供水 超市 码头等等 民众日常生活之资源和渠道 具备大资本家以垄断方式控制 以至于香港有李嘉的诚之说 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无底线 无休止绝取 直接后果就是香港经济越来越空心化 民生越来越艰难 年轻人越来越没有希望和笨头 以上两点 这段时间被许多自媒体拿出来 作为引发这次骚乱的深层次原因 那么这两个解释对不对呢 在我们看来 既对也不对 说对 是因为它确实说到了点子上 用这两点来解释香港问题的成因 有其合理性也比较深入 但说它不对 是因为这种解释依然没有触及到最根本原因 之所以这么认为 是因为在我们看来 这两点所谓的致命击毙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首先关于这个大势所趋 我们当然要承认 香港当年的风光得利于大陆的闭关锁国 我们也不否认改革开放的深入 确实让香港原有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 但是香港在丧失传统优势 不再具备中外交流唯一枢纽地位的同时 它其实也面临着新的机会 东亚大陆这个世界级的地缘板块 正以极高的速度崛起复苏 这对香港来说是一轮新的历史及机遇 如此庞大且发展迅速的市场 它所运航的巨大能量 如果利用的好 完全可以造就出几个世界级的辉煌城市 比如与香港一合之隔的深圳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凭空拔地而起 迅速成长为一座高度发达的现代化超大城市 而与深圳相比 香港的条件更不知优越了多少倍 如果香港能够捕捉到这个机会 深入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 经济化跃式发展中来 以其无以伦比的优势 势必会分享到其中最大的一块蛋糕 而这块蛋糕的份额 完全可以弥补香港因中外经贸中的 垄断地位消失所带来的损失 甚至绰绰有余 上天对香港是厚爱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 给香港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 同时又给香港打开了另一道门 而且新门里的资源更丰富 空间更广阔 前途更诱人 当然赛道的调整 也需要赛道上的选手做出相应的改变 具体到香港就是必须摆脱过去的买办思维 以生产者建设者的立场 深入参与到其中 将自己作为这个发展中的庞然大物 之有机组成部分 只有这样才能全方位的汲取其中营养 分享到这场历史性大发展的红利 但是很可惜 香港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 虽然香港有巨大的先发优势 而且久期的回归 也为其把握新机遇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但香港始终没有完成这种赛道的转换 虽然其与内地的关系确实比港英时代更为紧密联系 但这种紧密仅仅只是联系沟通的增加 而非整体意义上的融入 哪怕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融入也都十分粗浅 根本不成体系 在过去几十年里 香港始终站在门槛边缘 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做官内地的发展和腾飞 在具体操作上 它依然延续了过去买办和中间商思维 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中外沟通的桥梁 而非中国发展的高地和引领 这种协作者而非参与者的自我定位 限制了香港经济的格局 虽然作为协作者 香港依然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 但这种获利空间显然不如直接参与其中广阔 最要命的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 香港诸多过去经贸垄断地位下的优势也不复存在 它作为买办中间商 其存在价值也随之不断萎缩 旧门逐渐关闭 新门却迟迟不如 这种情况下 香港经济空心化自然在所难免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分明有着大好虔诚的崭新大门 香港为何迟迟不入 这背后折射出的是香港政治生态的偏差和落伍 一国两制制度下 中央赋予了香港极大的自主权 允许其在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继续采用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因为香港的现状 一国两制被一些网民质疑 在我们看来 同意香港维持资本主义制度 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从全球范围来看 欧美就不说了 哪怕是同为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日本 韩国 台湾 新加坡等 他们在发展经济方面都获得了成功 至少在某个阶段获得了成功 但有一点必须要明白 跟社会主义制度一样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有很多细分类别 每种都各有其利弊 甚至同一种类别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 利弊都各不相同 所以每一个政治体 有必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选择合适自己的门垒 这种细分类别的选择 也同样能对政治体的前途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一国两制 香港除了国防和外交 其他领域都有相当的自主权 中央不会轻易干涉 所以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 选择哪一个模式和类别 这个由香港自己做主 但很可惜 香港给自己做的选择 是看上去非常时髦 但实际上却是非常有问题的 它选择了与当下西方主流 最契合的西式民主制度 三权分立 小政府 大社会 而正是这一套现代西式民主 将香港拉入了泥潭 这是怎么说 逻辑很简单 现代西式民主制度 对政治权力构成了极大的限制 这种结构下 政治家很难贯彻自己的想法和蓝图 而是要受到民众的高度制约 而民众这个群体 相对于受过专业训练政治精英 他们的学识和视野都非常有限 对社会发展的前瞻性 缺乏理解 更不愿或者不能忍受社会发展模式调整 所带来的阵痛 而回归后的香港 偏偏又站到了城市发展轨道变迁的十字路口 前面已经说了 经贸垄断地位正被不断打破 香港经济要想继续发展 只有与大陆深度融合 这种调整需要政府的战略性引导 经济转轨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性混乱和不适应 乃至引发的社会失去风险 也需要强势政府的压制 总而言之 这个过程中 政府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 即便不像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 但至少也得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韩国 新加坡 乃至两讲时代的台湾那样 政府有足够的权威 以保证社会转轨的平稳运行 但现代西式民主制度明显不能胜任 这种制度下的政府权力太小 受限制太大 维持现状或可勉强胜任 带领社会转轨 他们通常理由不逮 拉美政府应对经济大势变化时的无能为力 就是最好的证明 甚至这种情况在今天的欧盟国家也开始陆续出现 这是从宏观角度来说的 而从微观角度 香港采用的这套西式民主制度也纵容了资本 最终导致了资本对社会资源的垄断 造就了高房价 加剧了产业衰退 当今世界采用现代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不少 但像香港这样 政治权力受限制程度之大 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况 一方面自然是英国临走时不怀好意 主动买雷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年的香港受西方影响太深 对大陆政治体制充满极端化偏见 所以相应的 在社会思潮方面 对政治权力的戒备之心甚深 但不管是哪一种 最终的结果就是香港政府在权力行使方面严重受限 按照很多人的逻辑 觉得既然政府权力受限 那相应的民众权力就会大增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前面说了 相对于受过专业训练政治精英 普通民众的学识和视野都十分有限 而且他们也严重缺乏组织体系 还容易被人引导和煽动 这就给了资本赋予翻云的空间 当然资本并不能直接掌控权力 但政治权力被民众高度戒备和限制 民众自身又不具备独立成权的能力 那资本完全可以通过煽动和蛊惑民众 利用所谓的民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有了香港垄断资本的兴风作荡 他们可以洗脑中产 以环保的美名 或者维护房价 保卫资产的利益趋势 让他们抵制任何政府放出土地建设公屋的计划 他们可以利用英美法界的漏洞 其实所谓的漏洞 本来就是英美法界的游戏原则 却完成各种民生行业的垄断 他们甚至可以忽略政府 以建设科技城为名 骗除大瓦土地 然后却去搞房地产 却不受惩罚 这就是前门去虎后门见狼 香港极力限制政府权力 以为这样就能保障民权 但小政府的结果 却是资本壮大而不可复制 进而对权力的更加滥用 除了资本权力 还有外部势力 由于政府权力严重受限 许德齐应对外部势力的渗透 时常畏手畏脚 这种情况下 外部势力可以随心所欲的兴风作浪 来达到乱港或国的目的 而港府尽管对此心知肚明 却无能为力 这在政治有足够权威的国家或地区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香港向南的千里之外 还有一个华人城市新加坡 那里和香港一样 也是采用资本主义制度 也被人称作李家的城 香港的李是资本李 新加坡的李是政治李 香港李是资本家 这个群体以获利为目的 尽可能的攫取利益 是资本的本质属性 而新加坡的李是政治李 政治的属性决定了他们 是以江山稳固为追求 所以这两个李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资本可以为了获利 而无底线爆炒房地产 垄断民生 尽可能的榨取利益 而政治家虽然也要通过商品房 赚取财税收入 但也要考虑民众承受李 同时资本无国界 政治有国界 所以香港的李 在用房地产榨取民众利益时 可以节责而鱼 真闹大了 大不了跑路换地方 反正只要把资本转移走 到哪都是荣华富贵 而新加坡的李是政治家 离开了这个城邦 他们什么都不是 所以他们通常不做杀鸡取卵之事 香港对小政府大社会 对自由法治无限推崇 所以选择了比西方还西方的现代西式民主 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幸福 结果香港倒是没了政治的权威 更没了大政府的管束 可这样一来 也就彻底放开了资本的手脚 而资本嗜血的本性 决定了他们的玩法 更没底线 更无所顾忌 这就是香港为什么会输的原因 香港之所以输 原因其实并不在于一国两制本身 而是在于香港过去在践行一国两制时 在方向拔空方面选择了一条根本不适合自身实行的道路 资本主义道路千万条 香港虽然未必要学新加坡去迎奉一个政治礼 但也千不该万不该受自由主义的流毒蛊惑 结果生生捧出一帮资本礼 所以香港的这场骚乱 本质上并不是一国两制的失败 而恰恰是西式民主制度在香港的失败 现在的香港正在遭受过去选择失误所带来的后果 不过暴风雨总会过去 而经此一乱后香港理应学会反思 他们必须思考未来的路该如何去走 而对于这一点 我们觉得最适合香港的 就是大陆富如皆知的八字真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所谓解放思想 就是摒弃买办思维彻底融入中国经济 从改革开放的协作者乃至看客 变为参与者和引领者 虽然香港的优势不如从前 但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作为中国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 如果真正能做到与内地高度融合 它依然有可能享受巨大的改革红利和蛋糕 至于实事求是 就是搞清楚什么道路才是最适合香港自己的 一国两制下 中央不会强行要求香港搞社会主义 但经此一事 香港也必须对自己过去的制度进行深刻反思 即便继续走资本主义制度 也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选择一套符合香港实情的门内来 至于所谓现代西式民主 这套玩意儿现在连欧美都已经开始玩不转 受此疑难的香港真的没必要再死守不放 希望风雨结束之后的香港能够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